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北京出现了大规模的上访潮 据访民说 与十一临近再加上党代会即将召开有关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元的采访报道 星期一 北京国家信访局出现了大规模的上访潮 海外博讯网站表示 特地来访民众达到两万人 访民李春霞当天向本台证实说 人特别多 拍到马路上还很冤 因为马上失忆了嘛 一个失忆一个商代会吧 就是他一到这个封年过节方面 基本上都该往北京来了 他经济不允许 他平常没法来 他只有这个封年过节之后 他就上了 今天反正是应该是得有个一两万人吧 他们很多呢 根本就等不上去 后就是这个情况在持续之前 解放也很多呀 经车呀什么了 25号已经开始了 该残忍了都开始残忍了 而各市也因此变得紧张起来 河北省张家口的拆迁户郭晓林 周一路过市工人文化公时 被该市信网局官员警察等多人暴力 拖上警车 拉往办事处 扣押他两个小时被释放 本台记者当天下午打电话给郭晓林询问有关情况 他表示 在台湾曾经在民进党执政时期 担任陆委会副主委的政治大学教授 同振元周一公开主张 只要中国大陆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 建立民主政治体制 两岸就可以组成民主和平统一委员会 讨论统一的内涵与方式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同发自台北的报道 目前在政治大学任教的同振员 周一在个人新书发表会上 提出对两岸统一路线图的个人见解 他主张 那么只要中国实施民主 两岸可以组成一个民主和平统一委员会 我想民主如果在台湾变成一个公约数 这个两岸也变成一个公约数 因为通过民主方式 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同振员虽然强调书中发表的是个人见解 但他曾经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担任陆委会副主委 目前仍然是民进党两岸政策的智囊之一 这也是继蔡英文在美国提出 对于两岸未来民进党不排除任何选项之后 再次由具有民进党背景人士提出类似观点 记者问 同振员主张的路线 会不会和民进党传统的支持者相违背 同振员指出 我们不是反对统一 而是反对这种强制性的压迫性的 非和平的方式的统一 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变成是民主和平统一 台湾内部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反对的压力 一起离奇爆炸案被公安神速侦破 而吴昌龙等6名嫌疑人被羁押10年 却无法宣判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此案久拖不绝 本台调查报道栏目记者白帆 采访了涉案人家属律师和审判长等人 与关注者一起追溯真相 案发后 吴昌龙 陈可云 杜杰生 谭敏华 王小刚 谢清等人 被公安机关认定为爆炸案犯 此案历经两次审理 三次督查意见 一次发回重审 福州中院重审维持死缓等原判 2006年10月 当事人上诉至福建省高院 直到2011年4月26日 终于二审开庭 二审后四个多月 仍未宣判 由于在狱中受到严酷折磨 生不如死 吴昌龙 曾经三次试图自杀 他在狱中撰写控诉资料 揭露他被刑讯逼供的细节 2011年中秋节 在该案中被抓的吴昌龙和陈科云 被抄袭 羁押在看守所 长达3690多天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张敏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们下次见